故宫是哪个朝代建的? 故宫是明朝建的,是以南京故宫为蓝本建造的 始建于明朝允乐皇帝四年,也就是从1406年开始建造 一直到明朝允乐18年,也就是1420年 故宫才算建立完成,整个工程耗时14年 故宫在明朝和清朝也被叫做紫禁城 是皇家居住的宫殿,这座宫殿处于北京中轴县的中心 整个故宫以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 占地面积高达72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 故宫是目前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且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 它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 并称为世界五大宫殿,并且位于五大宫殿之首